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古至今都是我们生活中力不可少的 但发展至今 各个国家在如厕的方式和习惯上 已经变得五花把门 亚洲人不仅有马桶这种常见输出 还有敦坑这种节省成本的世界十大发明 美国人第一次见到敦坑时就当场崩溃 所以美国人还总结出了敦坑注意事项 yo yo 踮起脚尖一扑倒贴近地面 Holy shit 随手称屎 别忘记走路带风又轻松 当然美国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洛杉矶的一家二手网站找了一个艺术家 拆了24只LV包包 打造了这个标价10万美金的奢侈品马桶 这还不算完 曼哈顿一家著名艺术博物馆 迎来了一件神奇战品 每天博物馆里只有这个厕所需要排队 一个造价接近300万美金的18K黄金马桶 而且至少要一个小时 这些看起来都不太实用 我们还去了一趟NASA航空中心 体验了一把如何在太空马尸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太空舱里面是没有压力的 真空的上面怎么上厕所 先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你要确定 你自己真的坐在这个 正好在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没有空气也没有气压 所以挤压膏是挤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太空中应该怎样做呢 应该 扭一扭 摇一摇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出来 然后紧接着它会有一阵风一样的东西 把你的东西吹走 如果你稍微歪一点点滑了 就会 我有直呼 GNASA真的很不接地气 比起美国人 德国人真的是实用主义 1900年 柏林政府公开招标 一个叫汉斯瓦2的商人 获得了柏林市所有公厕的经营权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这些厕所被你称包了 每年这项工程都会花费100万欧元 但是公厕建成后 汉斯不仅没赔本 还每年净赚300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2.2亿 因为他把每个厕所建成了不同的样子 油桶 高尔夫球 咖啡馆 不仅拉动了柏林的旅游业 还俘获了一大批广告商的心 介绍了世界上这么多厕所 其实世界厕所日的创立初衷 源于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建设 印度电影《厕所英雄》 就反映了印度社会的厕所问题 穷人家里没有建厕所的条件 女性在露天环境上厕所经常遇到危险 世界厕所日也是为了穷人面对的 环境卫生危机而设立 希望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努力 共同改善世界环境卫生问题 倡导人人享有清洁舒适 及卫生的环境